謝謝 明天早上,請各位同心自保館就可以進來 各位同心,大家好 好 很高興,今天歡迎光臺洲將來的明星來這裡上課 我們今天上課的題目是法律祝福、法律祝福 那有兩個問題 就是下面是民進府跟下面是遊房政府 相信大家有初步的概念 但是詳細的內容 上課來都是下面的 我們這節口要來改善的情緒 好 就是像外面有些人在經坐 而且我們不談那些 我們只談法律 所以我們這個都是根據國際法來的概念 所以我們能夠在這邊上課呢 是我們在上課很輕鬆愉快 那不用去經坐遊行看 這樣太辛苦了 而且也是走錯方向 那我們來這個 有個教室可以上課 可以上課 學習國際法理的知識 我們不用在外面參謀入 術風吹越大 而且能達不到成果 我們來這裡上課 我們來討課 我們來討課法理的知識 我們就可以達到我們 要追求台灣的法理地位這個無地 店员在右边 什么是民政府 什么是流亡政府 我们都是根据国际法 国际国际法来核实的重点 就是我们的重点 一个就是 什么不能与专出款 第二就是流亡政府不能出帝国 这是今天核实的重点 大家这两句话一定要记载 让他留意 今天大家来这里上课 来到民进府里来 一定是有很多人 比如说 台湾民进府是什么组织 台湾民进府的组织是什么 有什么台湾民进府所拿的建计划 我不能听过 建计划到底是什么 那有什么中帝国流亡的中国 那会告诉我们台湾来 什么叫做将领 分数将领 回到一专出款 有什么案例 国际上有其他西渤官员们的 民进府存在的建议吗 什么叫做刘冯清阔 刘冯清阔中华民国 他有跟他的领导吗 这种很多领导 那刘冯清阔中华民国 就是骗我们台湾人说 台湾要降仰 台湾人就降仰 辟台湾 我们就辟台湾共互国 这样对 那这个主要领导 我们今天就要来开始 台湾民进府 台湾要如何生活 我们先看这个C World Government 哪个C World Government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看这个C World Government的定义 C World Government的问题 一般可以说是民俗的管理 民俗当局 还是民俗政府 还是民进机关 他不是居住单位 他是广阻进化 如何秩序的国家机关 他可以区分 众道的范围和社所的权利 在众道方面 他可以定义是 民俗政府的台湾书 甘相对的政府 还是新的政府是不一樣的 我们现在来说这个 不是在传教 因为这个民政府的概念 是由欧洲 古希腊的城邦 当时的思想演变 那当时古希腊时代 他们是有整化的时代 我们不是在传教 你可以把那个上帝想成 不是你信哪个神 东西呢 在古希腊已经形成那个 城市已经形成 所以他们摆脱了一些神的 神话的束缚 把祖联 对自然的探索 跟对人类的政治的生活呢 把他连接起来 那从世俗的角度来产发 他们发展出自然法的概念 那先讲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我们那个 Sievo刚才我们的法源是什么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 你的幻幻是什么 幻幻就是 还有这块 还有这块 但国际法跟战争法上面 还有一个位阶 就是万博公法 那万博公法上面的位阶 就是自然法 所以是从自然法发展下来的 先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自然法是什么呢 自然法就是自然界的秩序 那是人类的最高的法则 或者范本 当时古希腊的人 他们从研究关心的对象 从神跟自然 演变到关心人跟社会的关系 所以就发展出对于人的法律 那个对自然跟人的契约 这个中间的一个发展出来 这个自然法 那自然法呢 之母是人性 那人性呢 是善 善良 那刚这个自然法呢 也有道德理论跟法学的理论 在法学上的异地形天赋人权 那当时呢 古代常常有一些法律啊 或是习俗啊 在当时的发展中自然法的人看来是 是违反自然的 因为当时古代是有一个制度 叫做祭司 祭司也得找一些 到祭典的时候会找一些年轻人啊 上祭台牺牲生命 那这个不符合人性 所以呢 他们把这个自然法呢 位阶高于这个 这个当时的 不符合人性的法律跟习俗之上 所以呢 这个自然跟风俗 自然跟风俗之间呢 就有差异 那自然法呢 有讨论的对象 组联化有讨论的对象 都是最小不可分割的元素 那这里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古代的时候 如果有人去逃避问 古代以前的法律是说 要把你的手 把手抖回当 这样不对 因为逃避这个行为 是整个人 这个人去偷的 这个人去逃避 所以你要讨论是这个人 但是古代时代是说 把这个人的手抖回当 这样子不是不对的 所以当时自然法 就是幻间处公 这个有一个讨论的对象 就是最小元素 不可以分割 所以这些人不可以分割 那后来发展出这个国际法 就是说 讨论的自然的对象 就是一个国家 所以一个国家是环境的 你也不可以分割 这样的意思 那当时有一个自然法的理论 这些就是说 他就是阿贵 他的自然法的道德理论 就是说 最大的是自然法的创立者 因为是自然法的遵循者 那一样 上帝是你信仰的神 不是只有上帝 自然法的原则 自然法的原则 约束所有的人 仍有依据本性行动的自然形象 任何有人性存有物 都被自然法约束 这是因为自然法去领导人去追求善 这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譬如说 有人在路上去给车弄到 那 如果是 很 那个 有人性的人呢 他就会去 比如说有很多争议歌啊 就出来了 比如说有人去帮助那个被车撞的人 看他有没有受伤 那有人呢 就去 说那个招式逃逸的车 那另外也有人呢 去记下那个车号 那也有人帮忙打电话叫救护车 报警 那这个都是出于人性本善来帮助人 所以这个就是自然法的意义 所以呢 我们人呢 有所有人对自然法的原则 不是天性上就拥有这个基本知识 好 那自然法的原理呢 当时呢 是位为风潮 所以呢 英国的权力法案跟美国的独立宣言呢 都遵循自然法 好 那自然法本身呢 具有实现人类幸福的目的性 那建行自然法的国家被看作是领导他的国民走向纯粹幸福的政治机构 这个让我想到说 其实这个自然法这个是在欧洲发展 可是 其实 在日本 这个大米的民族 他们本身就非常有这个自然法的概念 在东方的话 日本这个大米民族是非常有这个自然法 这个良善的概念这个民族 那相对于隔壁的中国就不是这样 好 接下来呢 自然法又跟自然权力有关 好 衍生出 当时的那个英国哲学家华洛克 他认为 除了他的管理 有赛养款 除了有款 宅三款 这是最多还是最多的 让我们人的 那这些管理呢 也不是 让人的 也不是人可以放弃 或譬如说 卖身为奴 那把他也不能给你剥夺 那东西呢 1776年的时候 美国的独立宣言 Thomas Jefferson 他就写了他的独立宣言乃队 好 来 其中 我们认为一下 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生的平等 招物莫妇以他们若干可剥夺的权力 其中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的追求幸福的权力 为了保障这些权力 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 好 这个已经 这自然法的概念 天赋人权的概念 已经在18世纪 在整个欧美各国已经 升职人心了 好 那当时呢 中世纪的欧洲呢 经过了那个一千年的那个 一个政教合议制度 那政教合议就是说教会啊 教会会管辖 那个一般人的生活 教会管宗教 也管学校 管百姓的思想 管生老病死啊 管战症啊 缴税啊 整次所事物 那到后来到最后期又爆炸 那个宗教战争 好 那到了17世纪 18世纪的时候 当时呢 从那个 开始发展那个 海权的海权时代 就是欧洲各强迫到 美洲啊 还有东南亚 亚洲黑州去殖民 所以当时那个17世纪 是殖民主义发展的一个时代 那当时的日本呢 是日本战国时代结束 进入那个德川幕府的江户时代 那也开始了200年的锁国 那这个锁国就会想到 之后的那个 比较落后于欧美各国 之后还有一个所谓的黑船的 黑船来袭这样的故事 那当时的清国呢 是取代了明朝 那清国又开始 永远民征人群 殖民统治汉人这样 那当时欧洲呢 很多蓬勃的思想开始发展 那比如说牛顿发表 自贷哲学与数学原理 发现外互努力跟三大运动定律 那当时呢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这些呢都具有 科学跟文化上重大的改变 与成统的时代 那这个在当时整个欧洲 思想蓬勃发展 所以当时的人呢 就非常有这个人群的概念 所以当时呢 在1636年 这个Seal Government Seal Authority 是这么来的 就是 第一个民事政府呢 是一个基督教的护士 他在1636年的时候呢 在英国殖民地 罗德岛州 建立了一个民事政府 这是由基督的第一个Seal Government 就是这样来的 那这个就是从那个自然法衍生过来 那那就是 因为当时教会已经很腐败了 然后他要维护这个社会局 他建立这个Seal Government 让我们的等于是一个 像组维道枪一样 把政教分离开来了 所以呢 Seal Government 人们知道 现在有什么 台湾民进户 台湾Seal Government 他的 Legal Source 是 是什么 What is the Legal Source Forest 台湾Seal Government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好 那 我刚刚讲过 一开始讲过 我们的法源 是从战争法 国际法来的 那这个战争法 跟国际法 是什么来的 他上面的位阶就是 这两本书 万国公法 非常重要的这两本书 那 第一本是 一个法国人写的 在1758年写的 The Laws of Nations 第二本是 美国人下的 是Elements on the International Road 是1836年出版的 那同时呢 在1905年 1800年 就19世纪初 前后 这个战争 他破人很厉害 来看看是 我要离开 这是东西的欧洲 也是 拿破人型的 意大利裔的 法国人 他出生之类 在西加岛 但是呢 他统治这么大过 澳洲 我记得两久厉害 那当时 欧洲各国 已经快被他併吞过分 他只要一出兵 就战胜 然后就占领其他国家 占领之后就併吞 这是当时欧洲的情况 他继续下去 整个欧洲 跟这个俄罗斯这边 东欧 这个中亚 可能都被他併吞 所以当时欧洲对这个 这种情况呢 就觉得很害怕 所以后来呢 刚好有 这两人写的 这两本书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忍辰碑 好 那这两本万国公法呢 后来就是 发展出以下的战争法 大概念一下 就是由海阿公约为族的系统 日内瓦多约为族的系统 国际勇士智慧总会 有关战争部分的终约 1940年 美国陆军总署 有关战争法会 编FM27-10 这都非常重要哦 各位可以 上我们官网去看 还有美国最高法院 有关战争的判例 好 这一本都是法国人写的 The Law of Nations 这来吧 这一本都是この法国人 他这边初办过是 港澳法人帝 港澳法人 只说港澳法人 是跨世代的里程碑 他现代化。大使的国际资金物法律 那有的影響小故事就是 美國泰國總統喬治華盛頓 他往生之後 200多年才在他家裡找出這一本書 原來是原版的書 他自己藏在家裡 然後200年後才找出來 然後還給美國國會主書館 他可能是希望說 比較過後的國家不要知道這個國際法 那他知道就好 他就知道怎麼處理國際 他就站上後了 那還有一個影響就是說 另外一個美國總統 Benjamin Franklin 他就說他都是美國是一個Rising State 一個新興的國家 他就來參考這個Law of Nations 是這個主要的 對於這種新興的國家 有新的國際法之間的規範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個萬活公法是國際法的最高約束 是不是 萬活公法在國際法之上 然後1787年9月178年9月17日 Jorge Washington在朱祺立國的憲法會也時尊 以下來寫進這個憲法條文 Art.1.Session 8 這是立法部門有關國會的權利 他裡面條文寫到 to define and punish piracies and philomies committed under high seas and offenses against the law of nations 就是說 指控界定並懲罰在公海侵權道板犯重罪 違背國際公法的罪 這下來美國憲法也對哦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要依這個 萬活公法國際公法 來跟美國邀請我們正確的法理地位 第二本書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剛剛講過 這兩本萬活公法或是國際法初步 都是從自然法衍生過來的 所以發展到現在已經脫離了宗教的束縛 所以我們沒有在訪教 我們是在講天賦人權 人父人權 發展到天賦人權的義務 人父人權的權利 好這個就是這本書的作者 他是美國的律師 Henry Wheaton 那這本書呢 這本書後來在1864年的時候 有中文版就是漢文版 然後1865年的時候有日文版 然後這本書對亞洲的影響比較大 這本書呢 這本書呢 當時對亞洲的現代的國際法呢 是有很大的影響 這位就是翻譯成那個漢文版的 他就是威風的名字 他就是威風的名字 叫做丁偉良 是這個牧師傳教士 在中國生活62年 長期擔任中國的教育機構 北京通文館的負責人 1898年呢 清朝皇帝任金氏大學堂的 首任總教席 就是北京大學的第一任校長 他介紹這本很重要的書給中國人 可是最後呢 他被新中國後來 新中國啊 還是把他污衊成是帝國主義者 這個中國人就是這樣很奇怪 當時他就是 因為後來有那個太平天國的義和團 義和團 當時他們就是對於 歐美各國啊 住在中國的公使館攻擊 那這些歐美各國包含日本 他們要進入中國 保護自己的僑民跟公使館 所以那個 慈禧太后啊 就 那個對 對這些國家宣戰 所以 那當時他就很氣那個 這位牧師他就很氣那個 義和團啊 他們不遵守國際法 到處對於外國公子啊 外國的僑民 燒殺輪月 這樣 他就很生氣 然後 那個 後來 他去 他有建議那個清國政府啊 要對那個 慈禧太后要有所處置 可是後來呢 他還是不成功 他反而 反而 就是 當時他是擔任這個 總教席 後來因為這個世界 義和團的事件 他反而就離開北京了 這個就是他在中國的情形 但是呢 這兩位就不一樣了 日本的情形都不一樣了 日本呢 這位是 他子撒 聖海州 他是那個 德川幕府的重臣大臣的意思 那這位是六馬 版本龍馬 當時呢 有一個故事 這樣子的 這位 聖海州 他是幕府將軍的大臣 那在1860年的時候 坐船到美國去考察 然後發現美國的資本主義的盛會 考察他們的政治經濟啊 這些 那發現說這個 《萬國公法》這本 這本書的重要性 那他就帶回來 然後當時因為幕府末年 也是這個 國政也是管理的不好 那他這位聖海州先生呢 他就覺得 聲覺得日本要靠這本書 才能振興日本 那當時呢 當時還是幕府時代 幕幕的時候 那這位版本龍馬先生呢 他是長洲藩在西邊的 長洲藩跟上魔藩 他們聯合起來 要倒幕 就是要推翻給幕府 那要實行大陣鳳凰 那因為這位聖海州先生是入府的那個高層嘛 那他就這位龍馬他就被派到去暗殺這個聖海州先生 可是他要暗殺他要先接近他 就先跟他 以學習的名義跟他兩三年 但是這個過程中呢 聖海州先生呢 就 教育感化了這個 版本龍馬先生 告訴他這個萬國功法 這本書的重要性 所以後來這個版本龍馬呢 就告訴他的 告訴他的那個長洲藩的那個朋友啊 自私說 長劍部短刀 短刀部手槍 手槍部萬國功法 然後說 手槍只能殺傷敵人 此初可以振興日本 所以他最後我們兩個就合作 倒墓成功 然後最後就大政奉還給明治天皇 所以後來明治天皇在1868年的2月8號 向各國頒布的開國造域中 就承認萬國功法 那將萬國功法當作是日本對付強權的武器 所以後來明治維新 是根據這個萬國功法 建構了這個大日本帝國 這個就復國強兵了 然後後來甚至在20世紀初的時候 就打敗了這個俄羅斯 這個是同樣一本書 在日本跟在中國的情況就是不一樣 有不同的發展 這就是明治天皇 他使用了成人的萬國功法 所以建構了大日本帝國 因為當時整個亞洲應該是說 只剩日本沒有被歐美 被白人殖民同志了 所以是明治天皇靠這一本萬國功法 來對付歐美的強權 所以是本當時 是唯一沒有成為一個未歸之民地的 而且他建立了一個左權國家 那在萬國功法 第一章就知道說 他是邊際自然法 所以我們已經先知道有自然法的概念了 接下來我們也知道 這兩百萬國功法的重要性 我們知道說 這個 行通上帝法的自然法 是以來規範國際社會的互動 好 那我們剛剛講過 自然法討論的對象 最小不可分割的元素是怎樣 那現在呢 發展到萬國功法 討論對象是國家 所以國家就是自然而成最小的元素 不能再分割了 所以我們之前有常聽中國對台灣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對不對 他們也很懂 但是他們那時候欺負我們不懂 所以我們還真的以為是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也知道了 他們之後就改口說 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他們已經不敢再講 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了 所以後來的舊金三合平條約啊 也是基於這個原因 我們沒有被 整個大陸的民地國並沒有被分割掉 只是被佔領 但是沒有被分割掉 接下來呢 來談戰爭的概念 戰爭和從剛剛最高權威的自然法 萬國功法 接下來就是國際法、戰爭法 戰爭法的體系區分為五大類 那第一類就是海牙公約為主的系統 包括這個1856年巴黎海災宣言 1868年的聖比利保宣言 1899年1907年的海牙公約 那這個是以限制作戰手段和方法的條約 及慣例法 第二個 日電話公約體系 包括1864年1929年 改善暫時的傷者待遇公約 1949年 改善武裝人員傷患待遇公約 以及平民保護和受難者公約 那國際農職會總會有關戰爭的部分公約 它包含條約、習慣法、國際人道法 國際人道法是適用於武裝衝突期間 目的是保護生命、健康和人類的尊嚴 看到這裡覺得 這個國際法、戰爭法 發展到這個國際法戰爭法 其實是非常符合這個人權的 而且是很符合自然法 這個很良善的人性 第四部分是1940年 美國陸軍總署有關戰爭法 對編F-27之時 第五部分是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那在這兩個體系中沒有規定戰後 什麼時候是戰爭終止點 因為軍事行動終止了 並不是說戰爭狀態都結束了 因為我們現在跟美國還是頂對狀態 我們不是美國的勇人 是美國的勇人 那個是中華民國 那本土台灣人並不是 我們跟美國的戰爭狀態並不是結束了 目前台灣還是美國的軍事政府的管轄底下 這一點大家要很清楚 戰爭的時候要宣戰 那宣戰是很嚴格的 要復有理由 要有開戰的宣言要復有理由 比如說有最後通牒 這樣全形成合法的戰爭 那當時呢 中國應該是沒有宣戰 第一個因為中國當時分了 太平洋戰爭的時候 當時中國分了四個部分 一個是滿洲國 一個是汪金慧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 一個是共產黨的那個毛澤東 一個是蔣介石的 他叫國民 他不是中華民 所以當時這四個國家 到底哪個才能代表中國呢 所以他們並沒有這次的宣戰 所以當時 有日本教科書寫進出中國 其他都沒有寫錯 因為中國並沒有對日本宣戰 在國際法中 宣戰聲明代表 該國家互相承認 處於敵對狀態 所以當時中國的宣戰 是有疑問的 那現在呢 不選而在是一種戰爭法 規避戰爭法的限制 通常就改稱為警衛行動啊 或是授權使用軍隊 因為宣戰之後就會有很多 一些條約啊法律的問題 會比較複雜 所以現在都委婉的稱作是授權使用軍隊 聯合國參與韓戰後 很多國家就是這樣 把他們的戰爭行為標籤 成軍事行動武裝回憶 美國參與越戰爭 伊拉克戰爭 美國不會授權使用軍隊 但是沒有號表宣戰聲明 法國呢 也是以警衛行動來干涉 他的前殖民地的事情 他們不想因為這樣被視為是國際紛爭 比如說美國總統布希 在2003年3月17號在白宮宣布 給伊拉克總統還三四十八小時離開 否則開戰 那這個就是他的最後通牒 這樣才能形成合法的戰爭 接著到3月19號晚上10點15分 在白宮後來有宣戰 3月20號美軍宣布空中禁航令 這是領空占領 美軍全面占領伊拉克 所以美軍宣戰之後呢 他有能力完全在領空地面海上 完全壓制敵對國 就征服了敵對國 然後之後呢就地面部隊進去去佔領 所以這是戰爭法的概念 有能力征服 先征服再佔領 那征服呢就是有兩個條件 有能力徹底結束戰爭 第二個是有能力簽署條約宣告 本身是佔領全國 那這個征服呢 就是說我有辦法壓制敵對的軍隊 讓他呢不再反抗或是投降 這樣就是征服了 然後征服之後呢 我們就地面部隊要進去要佔領 那佔領有兩項原則 佔領不得銀鑽主權 佔領不能平坤這個土地 最終要結束佔領當地 由人民來組成民政府 所以我們民政府已經成立了 好久喔 過了68年才成立 好 那這個 戰爭法的概念喔 就是征服佔領 那有幾個重點 戰爭的佔領 是什麼時候開始 佔領全國是誰 佔領是什麼時候結束 剛剛其實已經有提過了 佔領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先從征服之後就是佔領 那佔領全國就是誰 就剛剛有說 有能力宣告自己為佔領全國 有能力征服對方的這個國家 這個軍隊 什麼時候結束呢 就是成立民政府 所以佔領就要結束 所以 2008年2月1號之前 台灣人都沒有成立民政府 所以其實是 美國軍事政府 持續佔領當中 好 我們來講幾個案例 好 伊拉克爾政府 因為當時呢 國際社會不希望伊拉克爾割賴 所以就 美國在佔領去安排成立伊拉克民政府 因為握有佔領地的 因為是征服者 他就握有佔領地的處分跟分配權 那美軍有安排的時間條 成立一個代表伊拉克人民成立的一個民政府 那美軍的佔領就會結束 那這個結束呢 是 這個民政府是要美國 那個 美國的 聯邦政府 認可的政府 好 所以呢 這個 軍事佔領就可以結束 好 佔領期間呢 因為是美國 所以叫做美國軍事政府 好 比如說 當時二戰後 北韓是蘇聯去佔領 所以叫做蘇聯的軍事政府 那當時呢 蔣介石是奉來的 麥卡瑟明明第一號來台灣佔領 那他是屬於代理佔領 所以他當時應該是要成立 中國軍事政府 但是他在 因為他都沒有成立 他就是用一個 警備總司令這樣子的名稱 來騙台灣人 那因為當時很多台灣人 懂得國際法台灣人 都在1947年2月28號的時候 被那個中國軍隊 很多台灣人都被殺了差不多了 懂國際法的 所以 才為當時沒有辦法成立民政 譬如說 波多尼格 波多尼格是有條約 得讓兵美國 所以有美國國會 通過一個組織法 才能成立民政 這個等下我們還會詳細說明 好 比較好 這邊 美國總統會正式宣布 軍事政府的結束 好 比如說 在詳細探討一下軍事在里 在那個 1907年海洋公約有規定 還有這個 1907年路上戰爭的法律及灌例也有規定 還有公約第四章 第三節 敵對國領土上的軍事當局有規定 第四十二條 占領地實際上是被敵軍組織所控制的一個地區 那占領範圍僅基於此 當局建立的實際控制的區域 好 第四十三條 原來具有正當性政府的權力 事實上交給佔領者手中時 除非情況所制止 後者必須盡全力恢復跟保證該地區的公共秩序與安全 同時遵守該地區與生效的法律 這句話 同時遵守該地區與生效的法律 這句話就是 有人違反這條法律 就是 中國佔領軍 中國 蔣介石的佔領軍 在台灣 他竟然是用中國 中華民國的憲法跟政府法律來管理台灣人 這是違反這個法律 這一條 因為當時台灣是大陸的第一國的領土 所以應該是用 當時台灣總督府在台灣施行的法律在管理台灣人 但是他不是 他是用一個中國知名政府的模式在管理台灣 他企圖又拼頓台灣的領土 所以他們三個戰爭法 第四十九條 禁止強制大規模人口遷出 遷入佔領國的領土 戰爭剛結束的時候 台灣當時有六百萬人 那蔣介石跟邁克拉斯說 這些人都是日本人 把他送回日本去 那當時美國說 六百萬人我哪有辦法再回日本 那最後呢 他就想說分一半 不是誰半 其中的五十萬人是合意的台灣人 他們就被五十萬人分七的批次 送回日本去 因為當時他們算是大日本帝國的本島人 所以他們這個是違反 違反第四十九條 禁止大規模遷出遷入佔領國的領土 所以蔣介石軍隊犯了戰爭法 以下是一些被指引的軍事佔領 譬如說西藏 西藏也是在八世紀建立帝國 但是之後被這個中華帝國 文國帝國征服了 那之後又被清朝征服 那是中國百徒 那後來的西中國成立之後 他們對於 1914年的時候 十三世紀的阿拉媽簽索 賦予中國以內西藏外西藏中府國的地位 確立了對前者的直接統治及後者的脫離自治狀態 那所以中國人解放軍呢 就佔領西藏 那這個有 這是有爭議的 然後還有就是戈蘭高地 以色列在1967年從叙利亞手中佔領 事實上被以色列 1981年頂吞 但聯合國民卻表示不承認 譬如說加薩走廊也是 由1948年由埃及佔領 1967年是由以色列佔領 這都是一些沒有正義性的佔領的事實 那當時呢 大陸的帝國呢 被欺的部分這樣分開佔領 日本本土呢 是由盟軍最高總司令館佔領 第四 朝鮮北尾三十八度現隱南 是駐朝鮮美軍 部軍勢力部軍政廷來灌 1948年獨立成大海民國 那第五 關東州是蘇聯佔領 1955年歸黃東河 這也是關東州 第六 朝鮮北尾三十八度以北 是蘇聯軍師政府來灌 1948年獨立成朝鮮民主主義的民共同 那第七的南洋廳 是美國佔領 那1947年轉為太平洋的群島托管地 這是當時二戰後 大陸的國戰敗之後 被分別佔領的 那所以我們 台灣民政府是依據戰爭法 國際法來成立的 那我們是在美國軍事政府 USM軍以下成立的民主政府 那這個軍事政府跟民政府怎麼區分呢 軍事政府就是合法使用 政府來控制外國領土 那民政府呢 民政府是個國家政府的文職官員指揮管理當局 那是不一定 但是大致上都是根據美國國會的憲法 權力管理之下 那是跟軍事政府有區別的 我們要講幾個民政府的案例 因為有人會問說 國際上有馬西亞民政府 先講一個美墨戰爭 這個是本年霍西哥百佛 綠色的那個 那美墨戰爭之後呢 他上面這邊啊 從這裡上 這個灰藍色的全部割讓給美國了 好 這是美墨戰爭 那這邊就有一個 加利索尼亞州 他也成立民政黨 好 那第二個是培西戰爭 在19世紀化的時候 古巴 因為古巴 開始反抗那個西班牙的統治 所以就 美國跟西班牙都打起來了 好 美國從這個地方古巴 古巴一直打 達到這個太平洋的西邊 達到菲律賓 好 美國戰勝了 好 這是古巴 好 波多利各 好 好 那有分量的部分 依據戰爭法組成的民政府 有兩個情況 一個就是 通過美國國會 通過的法律來組成民政府 第二個是 在地人民形成民政府 那有什麼區別呢 就是 各讓給美國地區的話 就是 要有美國國會通過的法律 然後形成民政府 比如說 剛剛提到的 美國戰爭和西戰爭的 加利福利亞 飛兵 關島 都一個 那第二種情況就是 不是各讓美國的地區 好 那是有在地人民自行成民政府 那可以 爭取比較大的 程度的自治 那正確的路徑就是 由人民自行成民政府 那第一種 那第一種就是 古巴 琉球 伊拉克 跟台灣 那這個 那這個 這個自治呢 這個自治並不是 Sales government 是Sales government 是Atomic 這個最近呢 4月3號 美國 亞太地區的助理國務卿 多述說 依據台灣關係法 給台灣有 他講的是Atomic 並不是Sales government 那這個 台灣關係法 是有很多玄機在裡面 好 我們只點到這裡為止 好 只是要告訴大家說 並不是 並不是一個 成立一個台灣國 只是一個有限度的 自己管理自己的一個政府而已 那這個指的 有可能 這個 他指的 這個Atomic 可能是 中華民國 也有可能是 民政主 那這個就是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是很 混沌不明的 好 那我們先 好 應該要解釋 哥倫克 美國的地區 好 比如說 美墨戰爭的 焦利夫尼亞 好 這個是他的軍事戰點開始 那形成民政府的時間 好 這是關島 布羅里哥 菲律賓 那我們要看的是 這個比較奇怪的是 52年之後才成立的 關島民政府 好 那這些都是 其他的話 也是差不多 兩三年才成立 好 好 根據很多法案 譬如說 關島的話 是關島組織法 Berrypins也是有法案 有美國國會通過法案 他們就可以成立民政府 因為是各方面 美國的地區 然後譬如說 法案是什麼呢 法案呢 他就會通過 譬如說這個 普通雲各有一個 福德雷克法 他就通過 有一個新政府 有個州長 眾議約 35名 但是呢 沒有表決權 常駐在民國會的 一個 議員 得到 您很快 收藏 請 請 感谢观看